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9日星期二 股市仍然是住一個回穩的狀態 但成交鑑壓不足 即是變成大市是沒錯 跌勢斷定了 但暫時來說就沒有一股上衝的動力 待會再做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情況 行至早市先是高可123點 去到19699點 之後進一步升到19758點 即是這一分鐘 雖然昨天來說是升了182點 但高台買盤始終不足 加上零碎沽額又再漸漸的湧現 結果日中曾經輕輕倒跌54點 去到19522 之後大部分時間都是斷定在19600點 最近的水平 行至最後收到19663 仍然是升了87點 成交鑑壓1,219億 有兩個技術上的形態出來 第一 今天的高位 沒有發展升破昨天的高位 19781 即是換句話來說 高位是受到虧限的 好了 動力方面 今天1,219億 亦都少於昨天的1,400多億 即是股市的動力正在逐步逐步收窄 如果情況延續的話 即使大市技術上能夠斷定下來 但暫時來說 大家不要抱大大的上網的憧憬 11月份 仍然是先高後低 指數仍然是由8號的高位 21,355點 跌到15號的低位 19,332 6個交易天跌了2,023點 是速的 所以這個星期一和今天 有些少許技術上的斷定 或者後抽是很正常 但問題是這個所謂的後抽 在動力不足之下 很明顯是受到虧限的 再看看移動線那方面 10天線已經跌到到2042點 估計明天就會正式下市 2萬點的大關 而20天線現在在20317點 當然有少許是10天線跌到20天線 更值得一提的是50天線 已經升上19,922點 換句話來說 現時走在10、20和50天線之下 如果大市仍然維持這個格局 多2至3個交易天 10天線不單止會跌穿2萬點 可能會進一步是下市 50天的平均移動線 移動線那方面出現這個訊號 當然不是那麼理想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 出現在6個交易天之內 即是說如果恆生指數 無法進一步向上突破50天線 甚至乎2萬點的話 有個心理準備 一旦少少沽壓再湧現的話 股市是會再回市 今個月的低位19,332點 亦都說了在先高後低形態主導之下 如果高位是8日出來 低位一般來說 都會在中巡尾或者下巡初才出來 即管今個月看看市況和情況 是不是這樣 有一點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成交禁壓 技術上來說 這兩天的成交禁壓 是一步一步收細 你可以說它的動力是不夠 無法折向上推 也可以說沽壓不是很重 事實上買賣雙方是漸漸兩限的 在買賣雙方暫時來說 不做事之下 市況會存定在幾百點的區間裏面 時間一久了 你可以說在1萬9000左右的水平 建立了一個平台 但這個平台都有待考實 直到後期指數能夠翻上去 正在下跌當中的五十天線 就可以說這個平台的整固 已經慢慢形成一個防線了 現在當然暫時來說 都沒見到這個情況 所以維持觀望氣氛是比較好的 大家 今天是十月十九星期二 故事還是跟昨天一樣 出現一個初步回穩的走勢 可是由於方向不明 而且大部分投資者還是採取觀望的態度 所以變成來說故事的成交也進一步的減少 好了 先看看今天的情況 恒人指數早段先輕輕地高開一百二十三點到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九點 曾經再上升到一萬九千七百五十八點才受到虧限 所以分中相對昨天來說故事是回升一百八十二點 當然成交方面也不太理想 所以在沒有足夠的動力之下 故事就開始出現一個反復 而直到下午三點左右 指數也曾經一度到跌五十四點到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二點 總的來說 整天故事還是反復 跌圍在一萬九千六百左右的水平 暫時看起來相對上個星期股市一直下跌來看 股市的確是出現一個初步回穩的走勢 可是雖然是這樣子 恒人指數就是沒有辦法進一步回升到五十天上以上 這個就顯示整個股市直到目前幾分鐘為止 雖然說已經出現初步回穩 可是就是沒有足夠的動力再進一步推進 也可以這樣說 整個股市基督上來說 還是維持在反復往下尋找地位的走勢之中 因為恒生指數暫時還是反復在十二十跟五十天上以下 好了 十月份的股市當然還是先高後低 指數是從八號的高位 兩萬一千三百五十五點 跌到十五號的低位 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二點 等於說在六個假月天之內 指數就跌了兩千零二十三點 這個跌幅不算少 可是問題就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六個假月天之內 要等於說 要是說八號出現一個月的高位的話 一般來說低位都會在月中之後才出現的 我們就要看看未來一個星期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十天線現在已經跌到兩萬零四十點左右 當然是已經跌圈二十天線 而更重要就是很快 十天線就會跌圈兩萬點 可能更進一步跌圈五十天線 因為五十天線已經上升到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二點 要是出現這個情況的話 等於說移動線方面又再進一步反覆 這個對後一個階段股市的發展來說 不利的 現在看起來 整個十月份雖然還剩下很多個交易天 可是由於現在的指數一直 是賠為在一萬九千六百點左右的水平 相對這個位的高位 兩萬一千三百五十五點是比較遠 反而相對這個位的低位 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二點是比較近的 所以股市還是有機會進一步往下 視這個位的低位 同時也會可能在進一步往下尋找新地 而直到肯爭指數能夠成功回升到五十天線以上 才可以擺脫不斷反覆下期低位的走勢 這個大家要留意 我想暫時來說 採取觀望的態度還是比較好的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給like 留言 訂閱 按鐘仔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住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